HELLO,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ㄎㄧㄤ一聲 今天的主題是狗 這隻狗啊,你在農曆三月份的運勢 農曆三月份,陽曆是4月9號到5月7號 4月9號到5月7號,要注意喔 因為你在農曆三月份走的是筆尖 一般來講是這樣看,筆尖好不好 筆尖好不好,要看你有沒有實力 如果你有實力加筆尖100分 如果你沒有實力,你最起碼要有五力喔 如果你連五力都沒有就很危險,筆尖沒有什麼好不好 各位一定要注意齁,你們在求鞋過程當中 還是你們後天進修過程當中 如果你換了知識上的錯誤啊 知識上的錯誤會帶來什麼,會帶來你技術上的錯誤 那如果你技術上或是專業上帶來錯誤 會造成你管理上的錯誤 當你管理上造成錯誤,不會獲利 所以要注意喔,讀書不是說有沒有用 你要讀有用的書 現在就很累,什麼叫有用的書 你讀這個書,不是有沒有興趣 你將來在社會上能不能生存啊 對不對,每個人都對花錢有興趣 都對賺錢有興趣 所以你要去培養如何賺錢這個技術嘛 現在人不是啊,非常瀟灑自由 他喜歡做那種天馬行空的 他喜歡去創造什麼,這個沒有問題 你創造這一個東西,或是你創造的這個點子 將來具不具備商品化的條件 這個很重要啊,好 2024年的今天不講 在公元前221年 有一個叫秦王營政統一六國 那是公元前221 很厲害 這個朝代啊,在公元前206 只活了15年 他們的子孫都投降 那20,公元前206 到2022有4年的時間 有一個叫項羽,有沒有西楚霸王 還有一個叫劉邦在那裡打 打了4年,當然劉邦打贏 重點我不是要講劉邦 我要講劉邦旁邊那個叫張良 張良 張良為什麼厲害 張良他滿腔的熱忱 結果專業能力不好 張良在儀下 在儀水那個儀下 碰到一個儀下老人 這個老人也無名無姓 簡稱他叫黃石公 黃色的石頭老公公 黃石公 他就給他一本素書 吃素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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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只講4個重點 來看這裡 開中明義就跟你講4個 Illand Road鐵律 聖衰之道 成敗之術 自亂之勢 去救之禮 聖跟衰啊 他有一個軌跡 有一個道理 所以你再強的國家 再強的民族 周朝八百多年 夏四百多年 商六百多年 周朝八百多年 漢朝四百多年 那這個唐朝兩百九 兩百九十八 唐朝兩百九 明朝兩百九十八 清朝兩百七十六年 那爺文也在跟你講 這一個 再過來 成敗有一個定數 所以各位在現實生活上 如果你成功失敗 不要太難過 聖衰都有到 一個國家那麼大 他都會崩潰 清水王厲害不厲害 厲害啊 聽說他太太只娶兩個而已啊 不像人家 不像那個奏王 那麽九零肉池的 沒有 兩個 小孩子也生不多 一個服輸 是不是一個服害 生兩個 也沒有聽說生很多 所以代表磨命 他相當節制 朝代也不過十幾年 所以一個人的成跟敗 他有一個定數 好 你看我們的社會 自亂知識 你看現在世界很亂 對不對 他有一個趨勢 你擋都擋不住喔 有時候會打仗因素很多 什麼民族的因素 歷史的因素 文化的因素 還有糾紛 那就不談 如果是歷史因素 你就很累 還有文化的差異 宗教的因素 那個 講三千年都講不完 最重要的是 我要講的是去救之理 有的朋友你可以教 有的朋友你不需要教 這叫去救 因為有的朋友你教他在一起 就沒有用啊 因為你的度量大 他不跟朋友計較 不代表你智障耶 那有朋友就覺得你很老用 吃你的 用你的 消耗你的時間 消耗你的資源 他認為應該 沒有幫你帶來什麼 所以去救 他有一個原理在 該捨就要捨 什麼叫斷捨 你在講這個 來 你屬狗的 你走的是筆尖 我剛剛講實力很重要 把那幾個字 素書拿來看一遍 會跟你講 勝衰之道 成敗之術 這一個很重要 再過來 這個自亂之勢 去救之理 道理的理 把它弄清楚 你人生不會太差 來 你在農曆三月份的運勢 55% 相當好 輸狗的 無論你在哪一道都很快樂 你在天道 人道 阿修羅 都會很快樂 來到人間來講 你是黑道 灰道 白道 大概都不錯 也就是說 會達到一個平衡 去救之理 會平衡 還有 自亂之勢 它有一個趨勢 很好很好 不好不好 別人的不好就是你的好 別人的血搞不好是你的面包 反之 你的面包可能來自別人的血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我沒有辦法 我只會講利跟害 不講是非 不講三二 來六集日來講完 來 五月五號 五月四號 五號跟四號 集 四月份有四天 二十五 二十三 十三 十二 六兄日 全部集中在四月份 三十二七 二一 一八 一七 跟九 三十二七 二一 一八 一七 跟九 一樣 那個要做什麼 儘量用在六集日做 不要在六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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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抽牌來 現在這個屬狗的男生 要知道農曆三月份的意識 來 現在第一五口 借老師之口 第一五手 借老師之手 有借有煩 再借不難 有借有煩 再借不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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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一隻 地水獅 你要注意喔 屬狗的 這一隻獅在講戰鬥 所以 如果你要榮華富貴 要經過一番拼搏 那這一隻掛在跟你講 乾坤屯蒙虛送獅 你幾有可能在三月份之前碰到不好的事情 他是訴訟 再過來 屍 用軍隊的力量去鎮壓 還是輸喔 你要注意看這個象啊 土鴨是你這個水 所以這個屍啊 你要屍出有名 大師 客 相遇 先嚎逃 而後笑 你這隻相當兇 屬狗的男生 農曆三月份 沒事 不要做任何決定 因為你採取一個動作 帶來的結果是損傷 胸中 帶胸 這樣講好了 你不甘厭 不甘心又奈何 如果你今天忍下來 齁 就損失一次 那你要找人去弄他 找律師弄他 找朋友去擺平他 只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結果怎樣 還是輸 唯一的好處 你可以出一口鳥氣 如果你是為了出一口鳥氣 我沒有意見 有的人就不在乎成敗啊 我就要出那一口鳥氣 如果你為了出一口氣 可以啦 但是 這個有一點匪夷所思 你只出了一口氣而已啊 結果 屠夫奈奈 這一隻掛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所以僅供參考 也在跟你講 屬狗男生 你農曆三月份 儘量不要作為 因為 你對著空氣打仗 只是發洩嘛 好像你在 那個 小森林公園在那邊運動 發洩 可以啊 自己能夠得到什麽實質效果 這一隻掛跟你講 沒有齁 來 現在 屬狗的女生 要知道農曆三月份的運勢 來 現在第五手借老師之手 第五口借老師之口 有戒有還 再戒不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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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隻 哎呀 九 天長地九 這個九是什麼 風天小處 小小收穫 輸狗的女生來看這裏 看這裏 你在農曆的三月份 大的收穫沒有 小的收穫 一定 有 一定 有 那這裏 那這個再跟你講什麽 這個東西啊 再跟你講 你的財位在東方東南方 如果你有在投資股票 屬豬的 屬狗的 屬狗的女生 如果你有在玩股票 尽量偏向什麼 尽量偏向這些 醫藥股的 比如說最近很流行那個外密體 就是細胞在成長的時候 這個細胞會分泌 外面會分泌一種 泡囊 泡泡 這個泡泡有一種分泌 外面分泌的體 外密體 聽說這個對人的修護 細胞的修護能力 抗辣化 抗氧化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你在玩股票的時候 看到這種 生物科技公司 他是研究外密體的 這將來是趨勢啦 不是當下賺錢 以後一定賺 好像AI幾年前出來的時候 AI啊 人家說你瘋了 結果你知道那個AI啊 以前那個打電話 你不是打電話去嗎 要服務人員請按1 要接什麼請按2 要幹嘛請按3 一聽就機器人 後來你聽的是變成人 這個叫什麼 叫Turing Test Turing Test Turing Test 就是說 當消費者判斷不出 回答的人是機器 還是人的時候 而且他聽起來就像人 就像真人在回答你 這個AI算訓練成功 LLM訓練成功 所以最近打電話有沒有 什麼工具你好 請按幾 請按幾 那個是AI人工回答 所以要注意啊 5年前你跟人家講AI 人家講你瘋了 現在大家對AI趨之落物 你現在跟人家講外密體 人家說你瘋了 那如果你行有餘力 又是屬狗的 女生 在三月份 你這個feel特別重 聽好 不要請家 當然不要貸款去玩股票 不可以 如果你有多餘的錢財 那剛好你屬狗 剛好你在農曆三 三月份 你剛好你起心動念 我已經跟你講 那個藥 有好幾檔股票 在研發新藥 像那個黃蟲人 研究那個疑上癌的新藥 也不錯 像那個藥品 新的開發 那個專利藥 原廠藥 學名藥 尤其是專利藥 當然是講新藥 這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們今天屬狗跟各位講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 分享 加入訂閱 開啟小叮噹 新的視頻上去 一定會通知各位 好 祝各位平安喜樂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美滿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